蔡醫師怎麼看 本來我們有三億劑很好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台灣都打到了 三億劑當中 台灣大概三千萬劑就夠了 如果以一個最簡單的 算數來算是 三千萬劑就夠了 那今天台灣到底 有多少劑 算一算 兩百多萬劑 那這兩百多萬劑 讓台灣人民已經 快抓狂了你知道 衍生的疫苗問題 實在是沒有辦法想像 醫護被罵 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都被罵 其實罵到源頭 你知道我們基層常常講一句話嗎 就沒有疫苗中央沒有給我們 我在當話講說王衛美又不會生產疫苗 葉恩博局長又不會搶疫苗 那疫苗從哪裡來 所以 剛剛我來的計程車司機也跟我講 他62歲 排到什麼時候 天上會掉下來一支疫苗給他打 要講的是 疫苗的這種新生在 今天的台灣已經變成一個 共通的話語 民眾端 深切的感受到 對抗 這個新冠疫情 只有到最後 是要靠疫苗才能解封的情形之下 才能正常生活的情形下 疫苗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要論的是不管我是代工 不管我是什麼 今天 所有的東西我要的就是 眼前就要有疫苗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佛光山 郭台銘 這些東西只要有方法 我覺得政府 你就請全力去幫忙嘛 結果幫忙到最後發現你在 空口白話 根本沒有這些疫苗的時候 政府無損 沒有損失本來就沒有 在這邊等什麼 你要知道我們基層醫師被罵常常講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怕死所以你不幫我打疫苗 我最近電話手機 被罵得要死就是一句話 我平常一千五百個都在你那邊打的疫苗 為什麼這一次你不打 我說對不起 政府沒有給疫苗 我第一批分配不到 他第一批只給小兒科 這種平常有在做預防接種的診所去打的 我不是 你是心臟血管科 我不是的情形之下 我沒有打 但是他們會這樣認為嗎 告訴你就是因為你怕 所以你不幫我打 這個東西我都能承受 但是政府一定要想到 政府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他可以過的生活不好 但他不能夠面對 疫情帶給他生命的威脅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說 他之所以不要給AZ在台灣代工 他怕影響到他的國產 他心心念念就是國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不要郭台銘 什麼佛光會 慈濟 捐 他也是覺得 你捐的不是表示我無能嗎 你就看那個賈詠傑 送了這個高效能的呼吸氣後 他馬上說我也有 我也有500 這個心態就是這樣 沒有人要跟你比 大家各盡所能 你政府有政府的功能 你能拿到多少拿多少 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關係 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 越南就是這樣 政府有買 不買政府編了110億美金做疫苗基金 是我們的10倍 110億美金是3000億台幣 我們才花300億台幣 他也鼓勵廠商自己去找 當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大家各盡所能 你去找你的 我去找我的 讓這個國內多打一劑 就是多打一劑 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認為說 有些人到美國打 就他去美國打 至少他去美國打 就不會台灣搶疫苗了 有人去大陸打 也很好 去大陸打 他也不會回台灣搶疫苗 有什麼不好呢 你心胸何必看那麼小 那麼狹窄的 真的很奇怪 請訂閱 按讚分享 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 國內外大事